頭條開獎聽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家用會員 家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戰爭其實現在是在我們的嘴巴了 你會發現就是我們要吃的 糧食一定是第一個受創 那美國的經濟下修 經濟衰退 這個已經是幾年前 那個房地美那些 赤房貸的時候的壓力 現在好像又要襲來這一股壓力 你說美國人會不會緊張 那第一個緊張是聯準會 你如果美國經濟衰退 你一定會開始想辦法去降息 那降息你能不能控制得住 你又要跟貨幣有關 你看今天這兩天最新的消息 日幣已經跌到零點二二了 臺幣今天也創下幾年來的新低 那因為貨幣影響 黃金會不會又跟著上漲 那黃金的上漲 又要影響到其他投資的意願 很多避險的產品 那整個全部都連在一起 因為戰爭影響下去的 不但經濟衰退的問題 還包括糧食的供給 這等一下我們整個都會整個環環相扣 跟大家講 尤其糧食啊 最大的之前疫情 因為他的通路問題 結果造成糧食已經上漲一波 結果本來應該要趨緩的現象 現在糧食又遇到了戰爭 大家又知道 俄烏光小麥大麥 就已經佔了全世界百分之四十 更不用說假肥化肥 那又是佔了全世界百分之三十四十以上 都這種數字 最影響的最後就變成什麼 通膨 通膨這些數字可怕 立法委員蔡正元 已經整理過了 各國的通膨數字 我簡單唸一下給你聽 臺灣是九年來最大 三點二七 是 美國四十年來最大數字是八點五 德國四十年來最大七點三 法國算少的四點五 也是四十二年來最大 結果造成什麼 馬克宏選舉 岌岌可危 四點多而已 那為什麼選舉岌岌可危 因為嘴巴們無法滿足了 英國百分之七是二十年來 西班牙九點八最多 四十年來 你會發現我隨便唸都是七以上 所有最後的通膨影響的又是升息 然後又是回來進出口 所以所有的供應鏈都會斷 那農產品就要重新再組合 光靠假肥 光靠運輸夠不夠 那要去尋找新糧食 你要吃不飽 然後就造成了飢餓人口問題 這六年來 世界的飢餓人口增加了三點二億 整個本來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是在糧食 藥族不足 現在是正藥族不足的 直接加三點二億到飢餓 這整個惡物戰爭 再持續下去 有人認為會超過再加五億 覺得全世界能夠受不了這一波 美國不會受影響嗎 那美國現在看起來好像要跟這些 之前滿足的軍工複合體 然後也滿足的石油供應商 現在好像連糧食供應都要再去滿足 他只對特定團體土利 那其他的大環境 那就越來越糟 你看這一波的糧食 所有大家 你不覺得有一點預期心理 已經在漸漸蠢蠢欲動 這明明現在戰爭才進入五十幾天 你前面已經先漲一波 或者缺一波東西 看起來大家還在努力撐 比如說小麥 大家動腦筋動到了稻米 就叫印度多生產一點 可是問題你看起來似乎找到解方 可是心理因素找不到解方 你看我們那時候還記得臺灣去年 兩年前也有一波撤紙之亂 搶衛生紙 所有的好市多Costco裡面 一堆的衛生紙全部搶光光 真的有少嗎 好像也沒有 那是預期心理 就是市場上傳出說有紙漿 好像供應出現困難 好像什麼泰國那邊的木材 因為原物料短缺 可是事實上有沒有 沒有 可是臺灣的貨交商全部搶空 那就叫預期心理 那預期心理現在影響整個歐洲 所有的歐洲整個集體恐慌 包括連抗疫都出來了 最嚴重的是在法國西部農莊 所有拖拉機全部上街頭 因為我化肥沒 那這種畫面一傳出來 大家更擔心的就是糧食 所有葵花子 有現在整個是俄烏 是占世界將近百分之三十幾 你說大家只空到 前面的小麥大麥都在找解方了 那我是不是要趕快去找其他東西來代替 該搶的能搶的 全部都趕快往自己的懷裡面去揣 那這種預期心理下去 會一直惡化 最嚴重的會影響到一直骨牌效應 就是新興市場 跟開發中國家 所有的靠的是黑海 整個糧食供應鏈 最慘的就是北非 所以所有的糧食人口 到時候人家現在整個新興國家缺了 美國都開始講我們是不是要往那邊招呼 那你家的廚房就會缺了 是 你家的冰箱也會缺 所以我們也跟著搶 所以變成新興市場 我們要去救助他 那已開發國家 預期心態又在搶糧食 搶資源 所以未來下一波 能不能把整個供應鏈恢復起來 然後新的又說要從人工 要減少對化肥 甲肥的依賴 要有新的AI技術 新的農業 甚至連種子是下一波 大家最最麻煩的 是 俄羅斯沒有種子 百分之九十幾乎都靠先進國家的種子 可是現在美國又喘在自己的手上 所以下一波大家想那完了 還有更多的下一波 下一波再下一波 那預期心裡我覺得才是未來最恐怖 我們不是常常都時空背景不同嗎 拜登應該也要回這些國會議員 或者是環保團體說時空背景不同 那之前二零二零 我又沒有要在其中選舉 對不對 我也沒有資金壓力 我也不要跟這些議員 negotiate 但是我現在要 軍工複合體的那幾個參議員 我是不是要買單一下 那石油要買單一下 那現在這一掛他們也要 對 我當時是講不開放 但是現在油價這麼高 對不對 我們現在釋出十四萬公頃 然後跟這些人討論一下 增加一下我們的收入 有什麼不對呢 而且我土地之前只有二十幾趴 現在我可以漲到二十四趴 二十五趴 這個是我的德政 他就有一堆的藉口可以講 可是問題是你在這一個守的前門 你有沒有顧到後院 你的前門看起來好像 可以跟這些利益團體 可以幫忙你其中選舉 因為畢竟都是國會議員 但是你後續的 你得罪了這些環保團體 你能不能回收回來 再加上你整個剛剛我們已經講了 從美國的通膨 從美國的那個石油 你自己能不能補 你後來這些通膨的不足 你要把所有原油全部都斷掉 那問題是你俄羅斯現在 你不是也一直在限制他的原油出入 你能不能在及時的在通路上面找到新的買主 用戶排擠嘛 對啊 我我什麼都能省 但吃的東西不能省 我肚子裡面要餵飽 我再來是享受娛樂 所以娛樂一定是退而求其次 所以每個月的三百多塊 我能省下來則省 那會造成什麼 因為Nefes有規定 一定要同住用戶 才可以大家一起用 就比如說我跟玉琴跟教授 楊老師 達老師住在一起 我們四個人就可以共用一個帳號 那可是我現在 因為省下這些錢 我就外面去找其他人 可不可以馬千惠幫我share一下 但我不跟馬千惠住在一起 現在Nefes就想 這樣也不對啊 我訂戶都已經少 因為他在俄羅斯戰爭有參與咖 他少了俄羅斯七十萬訂戶 他要不要挖東牆 補西牆 他也要從裡面去找 然後他把這些東西 全部清出來之後 很多人就不高興了 你如果這樣子 那我更可以不要 所以美國本土又退掉六十萬 一百多萬的退訂 然後他一直要能夠產生新客戶 就開始說那我賣廣告 那更慘了 我們定就是不要看廣告 就是不要看廣告 結果你現在又要賣廣告 就造成整個本來應該賺的宅經濟 結果全部都因為 整個戰爭 整個通膨 我們經濟壓力 連鎖影響到Nefes 這些社群也只有他一個嗎 我覺得未來的迪士尼 未來的推特 未來很多社群 要收費的越來越多 我相信應該都會連鎖影響 現在你文化部長都要出來道歉 這個事情 文化部長 對 連文化部長 現在都出來say sorry 為什麼 這件事情 其實非同小可 如果大家只把它當作一個 mistake 那不對 那是整個一個出了非常大的狀況 今天出來道歉的包括文化部長 還有國防部長 連邱國正都輸來說 沒這個回事 不應該這個樣子 所以你看動用我們幾個部會 裡面兩大首長 這個是一個小事情嗎 這非常大的事情 為什麼非常大 第一 為什麼會在你的電視台 有這種聳動性字眼 對 我相信中天在TPPS各個電視台都會有一些演習性的節目 對不對 那比如說我們頭條看兩下之前 要不可能經驗惡務專題什麼 一定會有一些其他的標題 比如說周玉琴吃美食 大大大感興奮開心 一定是下這種標 請問你什麼社會在演練過程裡面會下這麼精準的標 新北市某一個港口 臺北港因為怎麼樣 然後被攻擊了 你不會下這種標 認知作戰 這個叫認知作戰 有 楊老師 我不認為這是一個錯誤而已 我想我合理懷疑誰接受到這樣的訊息 做這樣子的一個特定式的錯誤 我不知道 因為這樣子的錯誤 在我們媒體人看來是很不簡單的 因為我們有三審三集制 錯誤情有可言 因為常常會看那麼多的稿子 問題是錯誤訊息 在我們主管的三審三集審核裡面 是一點都不會發生的 當有出去的時候 表示你這個電視台內控機制完全崩潰 那不是疲乏 那是崩潰 是 你連這樣子的訊息 記者 總編輯 採訪中心主任 最後編輯臺還讓他上了 主控沒有任何的管制 六道程序全垮 我真的完全看不下去 各位 如果大家不知道媒體 我直接跟各位講 如果以中天 那個時候所有柚子 兩百噸跟兩百斤的差別 那是一隻老鼠級的錯誤 我跟你講這樣子的一個錯誤 是大象級的 老鼠級的錯誤 都造成中天關臺 所以你內控機制有問題 那請問一下這種大象級的 你這不用關臺嗎 而且就是陳耀翔NCC口中裡面 最棒的媒體 那你竟然讓最棒的媒體放假大象級的錯誤 那你現在又只是開罰兩百萬了事 中天付出的是百億的代價 你付出的是兩百萬的代價 我更合理懷疑 你後面得到的宣傳利益到底是什麼 你怎麼用這樣子的方式 把臺灣的媒體生態 滑天下之大機 讓路透社周知 全世界人家都知道臺灣最棒的電視台 犯了一個完全無法理解的錯誤 這整個臺灣的新聞自由 所有的滿意 那個新聞自由度 全部都被看笑話 所以我覺得兩百萬真的太少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 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一直噴酒精 但是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就可以買到